发觉孩子与生续来的神奇能力 你懂得吗 现在的Yellow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科学者 有种语言能帮他们决胜未来 你知道吗 那如果我们从小就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 做到什么的事情的话 就会丧失未来的创新力 教育链它的第一环 我们该用什么书写人才制造的创新基金 开学季 教改新政评出 对话带来不一样的乞讨线 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不深水区 面对拓动复杂的矛盾 国家连出重拳 直指教育的核心 要在未来肯养创新性的舞台 从去年教育部推进中小学评价体系的改革 再到今年国家对职业教育出台引运行文件 直到今年9月 关于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 让所有人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为什么国家教育政策频频发力 经济转型和人才培养的方式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错位 对话将从小学中学和大学为您一一解释 在人生的第一课上 究竟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 创新性课程的设置 在小学教育中应该如何体现 今天对话请来了 获得科普界诺贝尔奖的李向密 来给我们上开学第一课 他同任中国科技馆员馆长 在培养孩子创新思维方面 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思维 今天特别把李老师请到了现场 他是非常牛的一个人 尤其是在我们的科普领域 我想我到这来 觉得有点贡献 有点贡献 有点表示 有点表示 怎么表示 做个魔术 我这有个手杖 大家都看 突然间 您看看这是个手杖 没问题 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手杖 我放在我手里 小朋友一定要看 放在我手里 是不是放在李爷爷手里了 放在手里 大家看 没了 呦 没了 你们觉得那手杖到哪去了 在那个 袖子里没有 袖子里 袖子里 所有的火眼金睛 我们都说袖子里 口袋里呢 口袋里呢 衣服里呢 衣服里呢 总而言之就不知道去哪了 刚才手杖塞又手里 而且看了会已经没有了 现在大家注意看了 我从里面拽开 拽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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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出来了 魔术 它并不是科普 但是魔术里头还有很多的科学内涵 比如说 这个我刚才做的这个 实际上我把这个手杖往这塞 我把它塞到一个什么东西里头去了 大家看 塞到一个甲植料里头去了 任何的一个魔术 它都是有科学内涵的 再加上一种技术措施 比如这个西法的技术措施 就是甲植头 所以我在变的时候啊 我也采取了一定的 这个心理上的 也是一种诱导 就是我是这么让大家看 我没有敢让大家这么看 对 如果这么看就要露馅了 科普无处不在 所以我希望 大家都可以在各个方面去进行科普的一种实践 好 谢谢 来 谢谢您 请坐 请坐 您从事了科普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啊 您如何来评价今天我们中国国人的科学素质 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的话 应该说我们这个公众的科学素养 还有可以说相当的差距 我们中国做的最不好的是什么 我们的教育有了问题 在高层的指挥棒下 唯一分数论 似乎成了横跟在家长和学校头上的一把律径 对很多家长来说 似乎只有对升学 加分有帮助的课程 才能占据孩子的业余时间 无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校外辅导机构异常火烧 奥数英语般人满为患 带有创新性刺猬的科学课程 却一向都在学校的边缘排行 要把孩子引入社会大课堂 去感悟科学 更是天方夜谭 在这样惯性下培养的人才 到底会有怎样的缺失呢 我们搞知识传播的教育很好 那么但是我们从一个培养人的 真正的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 以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 这些方面来讲 我们的教育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之前在网上有非常多的 这些似似而非的东西 比如说西瓜之所以那么红 是因为被人工注射了一种色素 而且也加了糖分 让它催熟 再比如说海鲜千万不要和维生素C一块吃 它会在你体内合成皮霜 肯定大家都听过 再久远一点 比如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然后所有的民众开始疯抢点言 然后因为它可以防辐射等等 这些东西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它是谣言了 但是在刚开始出现的那一刻 我们并不知道它是谣言 核辐射吃点盐的这些问题 可能这都是有点老故事了 最近我看到的节目 就是有人搞这个量子教学 就是把小孩眼睛蒙起来 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认识一千多个字 这种舆论混杂的这种现象 说明公众 它不仅是需要支持 而且很需要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来辩论这个真伪 您得出刚才这个结论 是仅仅凭生活当中的这些现象 或者说您曾经做过科学的调研 公众科学素养它必须是国际对比 它不是说自己说自己怎么样 比如说中美之间这个调查 那么美国的公众科学素养的 这个总体水平大概是在27%左右 而中国的这个结果呢 那么测定出来 大概是4%到5%的这个样子 在量级上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从这个里头特别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知识的了解比较差 但是思想方法这方面的了解就比较差 我特别同意那个李教授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 实际上知识的欠缺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科学思维 或者是科学方法的这种欠缺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 上了很多科学课 很多科学课 但是这些科学课 其实更多的是偏重于知识的传播 对于那些批判性思维 怎么来提问题 怎么去找资料 这些东西涉及的非常少 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 是不是您过于否定了我们某些孩子的一些天赋 比如说他们去参加了国际上的一些大赛 然后也拿到了奖 然后我们也觉得他挺有科学知识的 挺有创造力的 那这个能够证明说 就是我们拥有了一定的科普的基础和科学的素养了吗 青少年的创新活动 大赛什么事 搞得好的话 引导青少年 一种创新思维的开发各方面是有利的 但是在前一阵来讲 我觉得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注意 比如为了让夺标 甚至这个青少年的很多创作 他不是他自己 他是父母的主意 这个科学精神里 他是几条 是吧 就是求真应该是第一条的 求实 创新 批判 合作 这是科学精神最根本 你第一条求实就违背了 他不是自己做的 而是父母做的 我觉得 这个从我们教育的根本理念上来讲 这个是绝对是要杜绝的 说的尖锐一点 可能这叫教育的急功近利性 我们科普的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科普呢 我想我用这样一个小的器件 那么这个是我在美国用这个30美金买的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它是原型呢 是在美国的这个新泽西自由科学中心大厅里的 那么这个球呢 它是一个伸缩球 它谁设计呢 是美国这个航天飞机的机械手 霍布曼他设计的 他用他机械手设计的概念 设计了这样一个器件 大家看 它可以伸这么大 它可以缩小 随时可以缩小 随时又可以缩小 它是在任何一个瞬间 它的表面都在一个球体上 不但有普及了机械传动的知识 而且非常有巧妙的设计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 这就是我们搞科普的本质 也就是搞科普干什么 不应该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上 而是要进一步提升到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这个层面上 以至甚至是培养人的最终目妙上 但是如何能够走到这一步 就我们非常有必要开展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活动 就是培养它这种科学思维的一些活动 大家看到这个墙上有一个实际上是心理学的图画 那么这个图画 它对这个名字来看 它是叫做是老太婆还是少女 大家都可以看看 是老太婆还是少女呢 第一眼你看出老太婆的性举所 我统计一下 第一眼你看出少女的性举所 要看出来好像少女的好像更多点 头像往前看 它肯定是老太婆 你要往背后看的话 你看那是眼睛毛鼻子尖 这个腮帮子耳朵挂着个项链往后看的 那么这是少女 同样一个事物 背景差异不同 人看的重点不同 结果不同 它是个心理学的原理的一个展示 这个展示过程实际上就是体现了一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 所以科普来看 很多东西要从提高公众的科学的兴趣 从趣味性角度出发 以便激发他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听说过一句话 说科学家就是长大了之后 依然还有好奇心的小孩 原来说的就是你 如果把人的一生的教育 看成一个完整的链条的话 这些孩子其实是在链条的初始阶段 又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那么您如此强调 在这个教育的第一链条上就要去打造他的创造力 拥有创造力 对于他的未来而言会有多重要的意义 因为青少年的这个教育来看 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长库 也就从脑科学的研究来看 脑有很多的这个凸柱 在这个青少年的时候 这些凸柱 也就是在比如说七八岁这个阶段 他凸柱数量是最多的 对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各方面培养来看 应该是抓住这个事情 好奇心的培养 将是对一个人来讲 可以说 培养他的想象力激发创造力 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而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素质教育 却艰难的推行着 今年北京幼生小 小生初一律取消责效 意在推行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 另外在中小学每个星期 有半天课堂将到科技馆 博物馆等社会大课堂中进行 教育的地点变化 在教育的方式上又能有什么突破 李湘宇的百宝相远 又有什么神秘而好玩的当局呢 我这儿有个实验 我们参与互动 我这儿呢 有一个塑料袋子 您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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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这个塑料袋子呢 那这头呢 我绑起 我把这头绑起 我把这头绑起 您拉直了 那您拉直了 来吹 看能不能把这个袋子吹起来 里头这个吹骨了 你来吹 不要吹了 吹了半天 你还有点露气 但是你吹了半天 没吹起来 我先离个口吹 注意了 你顿直了 你看我吹 我一吹 它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完全把它堵死了以后 没有任何流动 再使就是没有流动气进不来 但是你离开一个口子怎么样呢 这个让气流就流动了 你就是在这个局部形成的这个流场 在这个流场里头 它就是压力低 所以外边压力高 这气球被引射进去了 这实际上在科学原理上 就流体力学一个最简文的 叫做伯农利原理 是不是 但是我们倒过来说 让青少年常常参加这种活动 就是干什么呢 启发他的思维和方法的一些活动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的配合 您这个百宝箱里的东西可真多 随时随地就可以拿出一些新鲜的东西 其实全世界都在用同样的关注 对待青少年的好奇心的教育 比如说拿美国来讲 奥巴马就已经把青少年的科技竞赛 搬到了白宫当中来进行 中外在教育方面 有多少的这个距离 我们可以来追赶或者弥补 比如在一个发达国家的这个儿童展厅里头 他拿出一个大象的展相来 他问的是什么呢 问的是大象的耳朵为什么是大的 兔子的耳朵为什么是立起来的 人的耳朵为什么是小的 他问的是为什么 而我们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常常是说 大象的耳朵是大的 兔子的耳朵是立起来的 人的耳朵是小的 所以他说的是什么 就直接告诉他 直接告诉他 一个是什么 一个为什么之间 这在认知上 这在认知上来讲 认知学上就有很大的差别 那如果我们从小就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或者是培训的话 未来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不是会就非常的狭隘 那就是说他只是停留在一个知识层面上 一个结论结论的结论 他不会知道是什么是为什么 科普教育里常常有一句话 叫做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我想这个对比两种教育的理念来讲 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有什么差距 我们这种学习来看往往是浅层次 而科普方面应该进一步推动科普的深度角 比如说现在到一个博物馆或者科技馆去 那十几家大卡车拉着几百个学生 常常是转一圈就走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很明确的目的 是吧 我们设想如果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学生 在一个展品面前只停留三分钟 他绝对不会对展品有深度的理解 而在国外看见是什么 是三五成军的学生围绕着一个展品展项 做深度的理解和教育 或者和老师或者是同学和同学 那这种教育实际上叫做非正规教育 因为学校是正规教育 学校以外的就叫非正 他的根本方面是有组织有目的的一种教育 如何把这种非正式教育进一步引向非正式 正规教育 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也是和国际上一个很明显的差距 就这个问题我觉得 确实是如果我们中国的孩子 大多都直接知道一种现象 其实就会丧失未来的创新力 这个任务其实应该更多的也应该由咱们公立学校来承担 慢慢的把我们这种教学的方法使他能够 当然这种方法的逐步的改变呢 可以让孩子从课堂到社会实践 到外面去 先去看大象 看兔子 最后比较出来 让他们写一些结果 这一点有的时候 在中国就割断了 我也是特别有幸 在2010年 就是美国的第一届科学与工程节 我去参观过 当时整个观摩过他整个活动的现场 参观完心里有落差吗 我觉得给我非常的震撼 现场呢 可以说用人山人海也不为过 而且呢 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就是一个科学的活动 能有这么多各色的机构的参与 而且这个参与会有科研的机构 大学 中小学 包括一些科技企业 科技馆 包括一些政府部门 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些 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然后包括的美国空军 美国的这种很多的这种政府机构 包括警察局 可以说就是在那一天 我就说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活动 直到今天 就是2014年我们首届城市科学节 在北京的这个举办吧 7月18号 首届城市科学节落步北京展览馆 这也是中国孩子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科学节 在这次科学节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团体 带来了近百场科学小实用 你可以看到精密仪器是怎么做出来的 了解化学的奥秘 还能经手制作3D打印设备 当然也能感受到科技魔术的美丽 科学节涵盖了化学 物理航空等多方面科学内容 一个个奇妙有趣的体验场馆 让对科学感兴趣的孩子们大开眼界 玩得过瘾 在这样的一个科学节上 其实有一个展台我知道是特别受欢迎的 这个展台上的主角就是坐在我们对面的David教授 他已经幻化成小朋友心目当中的科学家爷爷了 每次把您的展台围得水泄不通 你每次都在那儿 也是像李馆长一样变魔术吗 我觉得我们会吸引这么多孩子 是因为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 自己要动手做实验 那你能让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个实验是怎么完成的吗 可以 好小朋友们 你想跟我一起做化学实验吗 想 你们先看这三个瓶子里面能看到什么呢 水 那有点像个水是不是 肯定是三个五色的液体对吗 好所以我们有三个瓶子五色的液体 特别像水 但是我要做一个化学反应 什么叫化学反应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五色变成一个新的五色 现在都是五色的液体对吗 我们先把两个五色放在这个烧杯里面 你看一下 有变化吗 好像没有 是不是 我现在在这 有变化吗 有化学反应吗 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黑的 是蓝色的是不是 确认是blue吗 现在呢 yellow 是yellow吗 你确认是yellow吗 blue 所以有很多化学反应 一个五色的物质变一个蓝色的物质 一个蓝色的物质变一个 yellow 对吗 是不是你认为我跟另外一个英国 我跟哈利波特一样 是不是 这个玻璃棒就是我的魔杖 是不是 我把我的 玻璃棒拿起来 它还会变吗 因为当然会变 因为我不是哈利波特 我不是魔术社 我是科学家 这个叫化学反应 可以让 一个 跟水一样的物质 变成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物质 对吗 这是化学的方法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戴卫博士 谢谢 好 谢谢 其实每一次啊 你都在用这样的实验 跟孩子们交流 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给孩子们带来一些什么 改变一些什么 有的家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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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 要上 科学课 是不是影响 他们要学习书 学习英语 但是世界的 兴趣 兴趣的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如果 学生对的 兴趣 课水不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 有兴趣 有快乐的 活动 也是会 启发他们 更努力的 学习 和输水 好 谢谢戴卫 谢谢戴卫 问问这三位小朋友 愿不愿意让戴卫爷爷 给你们上课 愿意 都是我愿意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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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一届科学节的举办 听说已经费了很大的劲 是吧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一个成功举办一个科学节活动 是需要多方面资源的一个整合 你指的资源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全社会的共同的支持和参与 这个也是我认为在中国和国际在科学节组织方面的一定的差异 在我们今年在这个筹备的这将近一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确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的项目 或者包括他的资助能够支持这个活动 但是最终科学节 我们今年14年的科学节上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只有四家企业的参与 那你看到的 比如说你刚才印象那么深刻的美国的科学节 你看到了多少家企业的生育 一半 50%都是来自于企业的项目 非常多的国际型的大企业 包括IBM微软 都是参与到科学节的赞助 或者是各种项目的提供上 所以这个比例非常的高 对 我觉得科学是一个应用性的一个学科 因为科学的学习是对孩子启发的好奇心 而且是对他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 是有一个启蒙式的一个作用的 其实为什么很多企业在国际上 是参与到科学传播活动中 他们是为自己的企业的 或者是自己的行业培养未来的人才 所以说国外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在做支撑 你创办这个科学节 最初的那一刹你缺什么 缺资金 缺资金 缺钱 缺项目 那你去找到资金了吗 后来 我们今年科学节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合作伙伴 就是北京展览馆 我们是共同的投入 共同投入 对 共同的合作来共同来创办这个项目 这个当耿杰觉得缺乏资源 缺乏资金的时候 找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怎么想 为什么愿意投入到这个科学节 最早是考虑到教育 因为教育觉得是全民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正好我们由教育想到科夫 这样想到要做这个科学节 所以这个科学节是这样诞生的 而从我们自身来说 可以说在这个科学节上投入这么大的力量 应该也是第一次 对你们来说 这个投入会有多大吗 如果要换算成资金的话 一天的厂租是20块钱 一平米 任何一个机构恐怕都需要考虑到自身的盈利 当这个项目摆在你们面前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在盈利或者是公益 这两者当中有过很多的抉择和思考 科夫是全社会 也是我们青少年的一种需要 需求 那么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 这个题目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 另外呢 就是从我们企业本身来说 我觉得 就是创造一个社会 那个经济效益是一方面 同时还要更多的去创造社会效益 这也是我觉得企业的一个职责 三十多年来 李湘玉制作了上百套的PPT 不断在国内奔走 到各地为老师讲解 如何教学才能培养孩子的创新力 同时 他创造性地发掘更多的方式 让孩子接触尖端科学 比如 把中科院科学实验室的大门 像青少年厂开等等 但在很多二三线的城市讲课 他仍然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 懂科普的郝老师 太少了 没有一流的博物馆 天文馆 开展科学教育太难 难道创新性思维培养 必须要强有力的硬件来支撑吗 这一类型的老师 虽然现在不是很多 但在我们的周边已经有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 在天津的老师 他其实是一位美术老师 可是就在他的课堂当中 他做了非常多的科普 我们前往去离天津市四个小时车程的流港庄中学 寻访乡村教师刘月生 我们听说这是天津市唯一所开设的科技课的农村学校 并且完成了三百多项国家专利的设计和申报 而这些都是在刘月生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因为是上课时间 我们直奔刘月生正在授课的班级 意外的是 里面却空无一人 更意外的是 听其他老师说 他是带着学生去旁边的废品收购站 你们仔细分一下小桌 太大了 这闪着吃 想着这 上课的地点不在教室 而在废品站 上课的内容不靠书本 却把废品当成宝贝 看来这刘老师的教学方法确实有些特别 从废品站回到刘月生的办公室 眼前这个装备齐全的小车间 又能维持了一间 各种各样的工具满满了工作台 这些准备繁衷形状各异的配件 大到轴承 小到美丽大小的螺丝钉 应有尽有 而这些都是刘月生和学生们 跑遍了周边20公里内的废品站 收集起来的 他们会有很多的收获 自己的那个白宝箱会更加丰富 咱把这个白宝箱丰富了之后 以后他再搞一下发明 不可以拿过来直接来丢富 李老师都兴奋了 看了以后很有感慨 像这种科普活动非常有理念 这种理念就是说 他受到这个世界先进的科学教育理念的支撑 你看他刚才做的就是 启发孩子们主动来搞 第二个他是一种过程教育 通过过程里头去发现探索而来做 第三点叫做科学的体验 他实际参与这个活动 现代科普教育理念是什么理念 就是他营造了一个 让公众和青少年在那儿 主动学习的场所 您对这个老师评价这么高 想不想见他一下 想 刘老师今天还有课 虽然没有办法来现场 但是好在我们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认识他 我们先跟他打个招呼 刘老师 你好 你好 其实我们刚才都看了您的整个的教学过程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最初是怎么想到 要把孩子们带到废品站去上课呢 废品收货站可以说百宝云集之地 我说的百宝就是 对在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到 有时候我找的那个东西 可能再做出来 效果出乎我的意料 所以说 我觉得对孩子 创新的 各种思维的启发等等 都是特别好的 当然 去废品站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咱也是因为材料的匮乏 有些材料 相对来说 从资金上也缺乏 因此 去废品收货站 这些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孩子还可以得到锻炼 这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如果放在一个 另外一个同样科学教育条件并不好的地方 也许很多老师可能就会放弃了 觉得说没必要费那么大的劲 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你让他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体会到快乐 体会到那种 从别的学科学不到的那种东西 对孩子来说 那是最重要的 他能将来学到你的东西 当然不一定说光会小发明 他主要是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他能够对某一个问题 能用一种方法把它解决了 这是最重要的 那在你看来 是不是只有教学硬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 才能够更好地做科普呢 我认为不是这样 科普并不是说非得要有多好的硬件 比如说你搞农业方面 咱农村就可以搞一些农业方面 搞一些失利方面 对吧 针对自己的当地的地域优势 可以发展这 我觉得这并不一定非要需要 这个多好的硬件条件 其实在任何一个学校 可能我们都会对素质教育 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但实际上回过头来 往往我们还是需要去看 与树英等等这几门课的成绩 但是像您这样 带着孩子到飞品收购站去上课 最后出来好像也没有什么成绩之类的 可以来做证明 所以我一直在想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做这种工作 会不会显得特别的寂寞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做一个老师 你就应该付出 你应该确定自己的角色 你要天天想我怎么能得到 你肯定你不会 你也不会这样去付出 所以我觉得既然自己感兴趣 我现在通过带孩子 我自己一个是感兴趣 再一个我通过带孩子 孩子也出了 发现孩子将来对孩子将来发展的特别有利 现在我们有的孩子 现在有的自己搞工厂 办公司等等 我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喜悦 只有老师才能够体会得到 那您的家人理解你支持你吗 我妻子就是不愿意的 你到费品收购站 虽然那东西便宜 你得自己花钱 我这几年也是几万块钱 那我都放到里面 这个说白了 他也是后来气得得了有点焦虑症那一块 我去医院看什么 但是他现在也是慢慢的开始理解我 现在也是慢慢的 也是有时候转变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现场发出的掌声 不仅是送给你的 也是送给理解你的爱人的 让他也听到 今天在我们的对话现场 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 李广长他和你一样 都在致力于做科学的一些普及工作 所以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想问他的话 是不是可以在现在提出来 我就觉得我们农村 从科普这方面来说 资源可能匮乏一些 相对来说 你看我说我们可以利用当地的特色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能不能咱从把城市里面的科普资源 和我们农村的科普教育这一块挂个钩 我就希望让李广长给推动一下这一方面 谢谢 谢谢刘老师 李广长 你觉得他刚才提的这个要求有可能实现吗 我想这个关于科普资源共享的问题 这一直是我们科普法和全社会都倡导的问题 在这个发达的国家来看也是 教材的改动是很满的 但是他最新的技术 常常要在博物馆科技馆去学习 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的话 有很多场所 比如说科学院 它的实验室开放 它就是体现一种过程教育 科学家怎么样来工作的 科学家怎么样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 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现在的学生是学了数理化 不知道以后要干啥 那么他就要去看看 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社会资源共享的问题 特别作为这样一个农村的教师 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实践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第一方面来讲 我看了以后 我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 非常受感染 也非常的感动 他的身上有这么强烈的共鸣 也是因为你们两人 曾经有过非常相同的经历 比如说您在80年代 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因为您看从北航这么牛的学院 您又是那么牛的 发动机的专业毕业的 是研究发动机的 就很多人觉得说 在您的学术过程顺风顺水的时候 突然间一纸调令说 你去筹建中国科技馆 我是1961年在北京航空学 航天大学毕业的 那时候叫北京航空学院 留校任教22年 我主要是从事着 抨击发动机的设计研究 早在30多年前 李湘义的飞机发动机研究成果 在美国发表 获得国际业界好评 但后来 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生涯 他的工作场所 从大学实验室 变成了科技馆投建工具 驻抓中国科技馆投建 以后的30多年 他和科学教育 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做科研到讲科学 转变角色的背后 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本来要成为一个大科学家 现在成为一个科普的 一个场地的一个领导人 这个从天上到地下的落差 这是我们看到的 我不知道你的内心 是不是曾经也有过这样的落差 我们那个时代里头 确定了我们国家 要建设科学中心理念的科技馆 这完全世界当中 最先进的科技馆 所以它是个新的事物 一方面的感情就是 主动组织需要 那时候当时来看 第二个来看 它完全是个新的事物 所以当时我回顾自己这一生 就说一直就觉得 这个新事物都要去摸一摸 所以也是本着这个心情来的 我从一个科普忙 搞了30年以后 现在可以说成为一个科普迷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快乐 我也非常希望 通过我这个30年提的 有更多的科学家 更多的青年人 要投入到科普队伍当中来 白发苍苍的李湘亦说 直到现在 他经常会思考一个有趣的科学现象到深夜 还乐此不疲 很多老师都来学习 他那会变魔术的科学课程 还把他叫做老顽童 只有保持这份好奇心和乐观 他觉得才能当好一个好老师 今年的教师节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 他说 好老师要有道德勤操 你愿意帮助学生 把握好人生风向 特别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 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度 那么 小学教育如何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度 如何能让孩子成为未来的栋梁呢 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拥有去拥抱未来的能力 那么我想提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这个纸 我要从里头钻出去 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 你们大家学会谁居住 咱们科普是重在参与 他说剪成一条一条 然后粘在一起 还有什么 从中间环绕着丝成那个圈 越来越接近科学的真理 是吧 好了 我把这么撕一下 我再这么撕一下 我再撕一下 我再撕一下 你看马上就可以成功 大家看 我把它从中间再撕一下 你看我撕一下 可以了 那么你看 这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成功了 再撕一下 好了 这已经成功了 大家看 给我 大家看 我是不是可以钻出去了 这个是对您多年执着于科普工作的一个包奖 这是我们送给您的花环 那么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个高级科普 它不是知识传播 它是一种培养人的飞机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 它是一个涉及到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问题 多少钱 一分钱 说明搞科普 钱是重要的 但是理念也是非常重要的 衣物教育不在择校 高考取消文理分科 百所高校向应用技术类转型 教改新政评出的背后 教育体制与人才需求之间 有着怎样的矛盾 小学走出校园 中学自由选课 大学与产业联动 新的人才制造院条 能否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对话特别策划 人才制造的转型升级 敬请期待 今年9月4号 国务院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发布 成为教育政策中最浓重的一笔 改变高考者回望 更多发掘孩子的创新力 是未来的大方向 这样制度的变革 也倒逼着学校家长 改变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 刚才李教授说 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究精神 其实我自己家也有孩子 我家我的儿子次岁了 其实我一直以他为实验对象 我一直在观察他 其实我发现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科学家 其实他天生对这个世界抱有很大的好奇心 他的好奇心与生俱来 对而且他其实在尝试解决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会用很多很多的办法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前科学教育阶段 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是因为孩子开始上幼儿园了 就发现你比如说家庭教育和我之前给他的一些教育 跟幼儿园的教育发生了一些冲突 幼儿园就开始背英文单词 就开始规范 然后对他进行一些规范 对他进行一些管理 然后其实对他的科学精神 其实就起到了一些反作用 我们国内的孩子们的时间 大部分都用到做功课去了 去应对考试去了 所以时间是特别的缺乏 但除了时间以外 确实还有别的缺乏 比如说我们国内的科普资源 肯定是比较欠缺的 无论是从科普场馆的数量 还是从科普图书 这些数量和质量也都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员方面的缺乏 从科普的工作者 科普的教师 这个团队队伍都是非常不够的 也就是说在无论是学生们 从事科普活动 或者参加科普活动的时间方面 还是能够支持他们学习的资源和人员方面 都是非常不足的 这个可能像刚才叶尔说的 有一个资源的问题 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老师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不太同意阿里老师的观点 就是说科普教育和学校教育 不是割裂的 而且我个人不是特别赞同 一个学校里面要放专职的科普老师 因为每个老师其实都是科普老师 数学老师是科普老师 自然老师也是科普老师 音乐老师也是科普老师 因为每一个信息 每一个内容里面都有科学知识 但是老师常常会 因为担心做了过多的科普 影响了知识的传递 最后考出来的分数 在全年段里面排在比较后面 我们也不能把素质教育和考试割裂台 我们不是说素质教育就不考试了 考试永远是重要的 在任何的教育体系下面都需要考核 但是我们怎么来考核 这个可能挺难的 要设计一个标准化的考卷 来考这东西挺难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改进的 我以前是环球雅思的创始人 我从今年二月份开始 做我的鲨鱼公园儿童科学这个项目 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都是 音乐老师我在社会上一抓一打把 然后这样的科学老师没有 即便有了我们培养到一定的程度 也许这个老师说 我今天就是因为感兴趣在那里学 锻炼锻炼能力 我肯定去别的地儿了 第二个可能来自于家长和客户 家长没有一个家长反对孩子去学科学的 而且我们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参与我们的课程 或者我们的社会这种实验中 但是真正让家长说 为此能够付出一点教育上的成本的时候 家长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的孩子可能大部分的时间还得去学英语 学数学 我还得去环球雅思上课 所以你别让我到这个鲨鱼公园去 我们家孩子因为平时作业特别多 只有周六周日 一想周六周日全都给已经四分五裂的时间 早已经被占满了 我们尽管说破了嘴皮 我觉得这种说是很苍白的 这个问题我只能归决于未来社会 或者是咱们更好的公立体系能够重视它 影响到家长 这个观点也让我想到 其实就在不久之前 北京市教委做了一个调整 他们说在北京市的小学生 从这学期开始 每周至少有半天的课是要在校外上的 我们赞赏这样的一个调整 但是如果仅仅是把上课换到了在校外来上 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了 如果说老师上课的观念没有做调整 我们的社会资源没有做一个充分的利润 那么培养孩子的创造力或者是创新意识 恐怕还是只能是一句恐怕 还有一些问题 家长说我在这学了一个月以后 我们的孩子你得告诉我 他是什么结果我的付出 我才能对等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的大问题 如何能让家长看到 他是对孩子有用的 而且立竿见影的让他们看到 那么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确实是对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作用的认识应该说是不够的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差别很大 美国的学生特别喜欢这个学习艺术类的课程 比如说音乐呀 绘画呀 舞蹈啊 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口号是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是吧 二十年之后 情况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的孩子们特别喜欢艺术类的课程 现在这个社会上艺术类的课程是非常热门的 但是呢 这个科技类的科普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就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但这个时间已经持续了快十几年了 那么在美国呢 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对科技的热情在逐渐的高涨 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巨大的反差 我想科技的这个作用迟早会呈现出来的 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 李克强总理说 中国教育的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要形成万众创新 人人创新的新形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至2020也这样描述 未来属于创新人才 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要给孩子的 不仅是会考试 更要全面发展 不仅是分数高 更要有创新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育的起点 给孩子们种下创新的种子 就一定要把好奇心和快乐还给孩子 因为好奇心和快乐 正是培养孩子创新力最好的土壤 您觉得这个科普的更高级别 或者说最高级别到底是什么 最近美国的这个未来学家 他提出了一个论断或者一个目标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一个由信息时代过渡到创意时代 那么这样的一种时代要求 对于创意时代来他提出了 迎接创意时代必须具备有六种能力 这六种能力的核心来看 实际上是提出了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创造力 一个是综合力 一个是共情力 未来将属于那些拥有全新思维的人 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系列节目当中 我们还会邀请到中学的校长来做客 也邀请到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来做客 针对您刚才描绘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你愿意跟这些学校的校长说一些什么 有一句话 就是说青少年的教育率是最容易贯彻素质教 我想有了这样一个条件以后 当这些孩子们进一步的步入到中小学的正规教育率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更根本的目标 就是迎接未来时代 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个全新思维的人 从这个目标出发 我觉得在我们学校正规教育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 仍然把素质教育的概念要提到 适应时代的高度 对话特别特化 人才制造的转型升级 广播之后 请你继续收看 发觉孩子与生俱来的神奇能力 你懂得吗 原来的 Yellow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科学员 有种语言 能帮他们决胜未来 你知道吗 那如果我们从小就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 或者是科学的话 就会丧失未来的创新力 教育链长的第一环 我们该用什么 书写人才制造的创新基金 开学季就要改新政评出 对话带来不一样的起跑线 其实科普并不应该仅仅存在于课堂上 存在于我们演播室当中 在生活当中 也应该让科学的精神无处不在 正像您所说的 当我们在今天从一个信息的时代 读到创意时代的时候 创造力就显得弥足珍贵 在未来很多人说创造力恐怕是排名第一的领导能力 不管对个人来说 对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让我们从每一个人珍贵的好奇心开始吧 谢谢各位 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